我是谁 我为什么活着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生命的意义 这样生活着你满意吗 人生究竟为了什么 这个时代里有一种叫做结构性病变 这个病变就是民族政治的共犯结构 他用民族选票 他用社会福利 语言暴利再加上经济成长 他构成了我们一种错误的思维模式 现在有了钱你烦恼更多了 你有没有想过我这样奋斗 这样生存对吗 当你在思考这些人生生层次的问题的时候 那你就要记得你必须要学佛 我们大法院室是提供这个平台 让大家追求灵性 让大家能够了解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人生不只是奋斗 人生还需要幸福 还需要享受 我们需要快乐 自在 活得芬芳 活得灿烂 活得有价值有意义 这才是我们来这个世间奋斗的目的 学习佛陀的慈悲与智慧 解脱烦恼 自在生活 应运而生今天的大华岩寺 大华岩寺成立于1989年 在奸臣导师海云记梦和尚的带领下 以弘扬华岩一圣教法为宗旨 海云和尚大学主修经济 出家前任职于经济部 见证了台湾80年代经济的奇迹 但也同时洞悉到主流经济价值观 带来的矛盾与冲突 90年初 法师毅然离开公职 创立了华岩学会 弘扬佛法中 被视为最艰深的华岩经 至今讲言已超过两万小时 足迹遍及海内外 获得广大的回响 从1989年发菩提心 誓言行菩萨道 引领众生听经文法 至今大华岩寺已于台湾北中南 与海内外各地 共设置了二十多个联络处 此外 有感于修行空间与环境的局促与不足 近年 更积极于南投路故 与屏东大京 建生命教育中心 与华岩艺术村 希望打造人间最适合修行的净土 培育更多的未来佛 打掌握手 强文响 在团案Cha 团案协会 副王准备 頤之嘉 李冠奖 敬喉暗像 生命的手艺 东大ости 入骨道场 即生命教育中心的新间 是华岩重要的里程碑 不仅代表大华岩寺的总本山 咸首宗的祖庭 位于台湾的新藏地带 与坐落在东 南 西北 各方的联络处 宛若一座华岩的檀城 承接东西方文明的交汇 与担负者建立第四旗 佛教文明的使命 这里是守护台湾 万世太平与繁荣的基地 也是放眼天下 福音世界时代性的世界坐标 有别于当今 天众生死学的宗教理念 大华岩寺最终极究竟的是生命教育 因为佛教不是只有生老病死 隐居出世 而是要教导引领众生 如何活出色彩 活得快乐 活得幸福 所以大华岩寺是一个金海 教海 琴海 讲究实正实修的道场 除了致力推展华岩金的法画红开外 更重视华岩思想的实践与落实 也因此来到这儿 不一定就是参禅打坐 诵经念佛 我们还设计出 可运用在日常生活中的四大工程 带领人们在生活中修行 循序渐渐进学佛 此外 为了导致建议 为了导致人心进化社会 我们也积极针对老人 青少年 家庭 健康 事业等五大议题 举办大大小小的课程与活动 从学员们热烈参与 互动反应 迥然有神的目光 与灿烂的笑容 充分展现了佛教的生命力 所有活动设计 并非一成不变 没守成规 在这个新旧交替 变动快速的时代 怀言思考的是 如何变革 诠释佛陀真理 让普罗大众 都能从这 找到生命价值 看到生命的亮丽 人人在心田 种下善念的种子 转繁为胜 大怀言寺 可说是当今最积极弘扬 怀言教法的道场 我们先后成立了空庭书院 致力红法图书的出版发行 天灌影音小组 制作红法奖金多媒体影片 旧静一 入口网站 载入大怀言寺 红法的资讯与理念 我们期望透过多元媒体 与世界接轨 让十方大众 从书本 手册 电视 广播 网络 各个媒介 认识怀言 了解道场的围俄 宝藏的丰富 除了传统例行性的法会外 大怀言寺历年来的 摘森大会 也是佛教界的一大盛事 遵循华言经 实践走在 智政觉世间 眷属世间 契世间等 三世间的圆满道路 连续六年来 我们都邀请 供养数千名法师 号召数万名义工 信众参与 此外 也透过大会宣言 推动新时代 增结责任的理念 身为新时代佛教的一员 我们更不敢忘记 肩负的使命 自WBSY 第三届年会开始 就积极参与 世界佛教青年 三前协会 期望透过这样的平台 强化世界佛教社群的连结 而大会宣言寺 除了于2007年 由导师 海云和尚 接下WBSY的会长外 更于2010年 在台北主办第七届年会 对佛教团体 走出既有界限 突破传统繁离 有极高的贡献 除了积极走入国际 为了追求华言 止于至善的境界 从2010年开始 我们也陆续筹办 华言全球论坛会议 希望以问题 实践 发展 彻底性为原则 带领全球佛弟子 一起将佛教价值 佛法生命 融入当代议题 在全球化的时代 为当今人类 会面临的生存危机 建立普世价值 重建生命伦理 从生结到大众 从奖金到生命教育 从提升心灵到生命改造 我们相信 只要人人内心渴望光明 追求自在 人人都是菩萨 都是活佛 都能了悟生命 参透人生 找到生命的价值 与意义 华言的思想 非常的渊融 那华言所建立的宇宙观 华言所建立的人生观 都是对世界上 世人 有很大的帮助 我觉得华言跟人家 不一样的地方是 他是指导 信徒 真实的生活 不虚假 要用心 在别的地方 大概都比较偏向于 经典的研读这方面 进了华言室以后 体会到一点就是 真正的佛学 佛法应该是 在行这一方向 你慢慢知道 你怎么应用在生活里面 你会自己起戒 然后固定反省 然后固定脾气正间 可以在你的时时刻刻 还有你的起心动念里面 去做修正 这个是其他 我接触到 我体验不到的 那我在这边体验到了 那我觉得说 这样子的佛法 真的是活的 它是在生命里 在生活里 就给你知道了 所以我学活之后 我懂得到你 该怎么去处理事情 进入华言室以后 我们就知道说 原来这个地方 就是你一直在寻找的地方 能够跟华言海云和尚 能够结这个缘 这是我最大的福报 因为有认识和尚 我很清楚说 我这辈子要来做什么 并且很努力地去把它做好 引佛言万语 不若自心领悟一句 大华言室 诚致邀请十方善见大德 共同来改写自己的生命乐章 体验心灵超越后的那种自在 快乐与满足 并广结亲友 加入我们的行列 成为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转妙法轮的一员 欢迎加入我们 欢迎加入我们 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行列 欢迎您 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行列 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行列 欢迎您 欢迎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